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他的身体条件啊 包括篮球智商都非常好 然后也是这几年球队成绩可能不好 但是不管他去到哪里 都希望他一切顺利 也祝他能够再越来越好玩 那个北京其实这个赛季也是进了这个四强 然后跟广东也打第三场 那个包括林树豪的发挥啊什么的 包括这次好像阿豪去林树豪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啊 那个什么你觉得 你看好这个有了阿豪的这个手钢吗 北京手钢吗 如果说他去北京 我觉得他对北京队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队本来也是现在内线相对就是那种高度球员不多 就抽签一个好像高度条件还不错 对像小猪啊长平身高可能就是更更